叔叔们好 我们是第一回到德州来 咱这边有什么扒鸡特别好吃的推荐的吗 美食城 美食城 对 美食 往前走 夹条抬 夹条抬 抬那个新美食 美食城的东西 写点 我的东边这还没夹好 你看这个房子的 这个房子的东边一抠着就是 东边抠着就是美食城 美食城在北边 铁着北边 铁着北边 把路走 往北抠 在北路的 美食 美食城里边都行是吧 对 就是它是现住现吃的那种 你就卖散装的 散装的 别卖乘包的 散装的 可以跑了 行 谢谢 根据公园大爷的指引 我们现在走了差不多七八百米 来到了德州扒鸡美食城 然后在上面那个地方还写着是 是市民大厨房 这有可能是一种社区食堂性质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可能这个地方确实还不错 这里是德州扒鸡 德州扒鸡 这个应该是德州扒鸡集团的那个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 它居然是个超市 它不是那个小餐馆性质的 这是什么 这是蛋糕 走我们先逛一下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大爷跟我说的应该就是这种 但是这个也是冷冻的 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新鲜的 这里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种旅游产品的一个集合地儿 找找 它这里也有你看还有这种盒饭 应该是本地这个附近的居民 他也会过来吃这种东西 都是盒饭 还有靶子肉呢 对吧 对看着还不错 而且价格非常的划算 我们找找扒鸡 看看有没有现煮现捞的那种 还是说只是门口那些吧 走逛一逛 它这里就是这种社区食堂性质的 这些都是坐这吃饭的嘛 对吧 现在不是下午吗 它不是饭点没有那么多人 饭点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多的人 你看这里还有这些东西 就社区大食堂 挺好的 这个地方挺好的 我们上来它这个二楼了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超市 蔬菜水果 然后这个小零食 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那边是酒水 现在的话我们搞点喝的 一楼的话没有太多喝的 搞一个什么 我来个可乐吧 我好久没喝可乐了 好久没喝可乐了 可乐也涨价了 三块三 来个有糖的 没有糖不好喝 买个扒鸡吧 这个有三种 一个是柴鸡 然后这个老母鸡 还有手姿鸡 这哪一个好吃 推荐一下吗 那嫩一些 老母鸡肉香有嚼劲 老母鸡肉香有嚼劲 然后柴鸡嫩一些 然后这个手撕鸡呢 是平坚皮麻辣的 哦 应该是主要的就是这个老母鸡 和这个柴鸡 吃哪一个呢 来个老母鸡还是怎么着 柴鸡啊 柴鸡卖的是最多的 哦可以 那我们来个柴鸡吧 它这个是37块钱一斤 论金卖的 咱这个都是现煮的 当天现煮吗 晚上做早晨送的 哦 晚上做早晨送 这个要卤多长时间了 一般 8小时以上 哦 8小时以上 哎 好谢谢 这个从哪结账 从那边吧 给你买结账 这个加热是怎么吃呢 所以我最好就手吃凉吃 加热的话不如热买好吃 哦 所以在外边晾一下 吃凉吃就行了 哦 行行行 好 谢谢您啊 那我们去那结账 那我来啦 对 它说不加热 好吃 对 它说冷吃 但是这个也是那个大爷说的这种 荷叶嘛 就是大爷说的肯定没有错 要相信大爷 300年 对啊 这个1962年 对上卤味 源自1962年 然后这只鸡的话是49块7毛3 50块钱这么一只鸡 我现在流口水了 对啊 也有可能 我们先结账吧 结账应该是可以进来吃的 刚才这洗了个手啊 然后 发现这边有微波炉 我们一会儿的话 来滴一下 看看它加热了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 家人们看到没有 德州 德州扒鸡 嗯 德州扒鸡 我也是第一次吃我们 这个正宗的德州扒鸡 但是和我想的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德州美食上卖的 我一开始会以为是 那种一个大锅 在这咕嘟咕嘟咕嘟沸腾着 然后直接捞上一个来给我们吃 它是还是冷冻的 确实话还是冷冻的 确实是因为也没有冷 是冷冻的 它是昨天晚上煮的 昨天晚上煮 今天早上送过来 这个东西要卤八个小时 闻着还是挺香的 来家人们先吃 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微波炉 然后我们先撕一点凉的这个鸡 先尝一下 然后拿着这个鸡去微波加热一下 看看它凉的和热的 有什么区别 对吧 我们都尝一下 怎么样 吃 可以可以尝一下 你先尝一块 有点冷 我先喝一口 嗯 是 它是留有点冰冰凉的感觉 但是大爷说了 大爷说要来这个庞山美金串 香 它的肉里面有骨头 我就香味 是吧 嗯 就是大爷说了要来爬戟美食城 我们肯定就来爬戟美食城了 嗯 看到没有 非常的烂 确实新鲜 嗯 确实新鲜 然后我尝一下这个骨头 理论上来讲它这个骨头 咬不动 呵呵 它可能不够八个小时就走 呵呵呵 就是我知道以前吃过它那个爬戟 而且有的骨头都是酥的你知道吧 嗯 嗯 华北柴鸡 嗯 华北柴鸡 还是很香的 嗯 然后肉的话也很紧实 嗯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沾了之后可能更好吃 是吧 嗯 我也觉得加热了有可能更好吃 走我们收一下 加热 对 嗯 好香 怎么了 突然一股香气从你嘴里冒出来了 呵呵呵呵 而且还回味 是吧 真的还是很香的 嗯 我觉得应该是加热了之后更好吃 嗯 我们去加热一下 朋友们刚刚加热了一下 闻着感觉更香了 有没有 有没有 闻着感觉更香了 嗯 而且它那个那个料 香料的味 是吧 肉的味混在一起 还迸发出来 来来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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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哎呀 迫不及待了 迫不及待了 哦 看这个皮 看这个皮 它的皮 像是砸过的 是的 就是表皮是砸过的 看 这种 嗯 嗯 这个皮都很有心道 嗯 你尝尝喝刚刚凉的吃 哪个好吃一点 我尝一下 这个确实就是加热之后 它会更嫩一些 嗯 没有说 我喜欢加热 像那个 对对对 这个 这个不太均匀 牛的肉 有的不太均匀 那就是微波炉的问题了 不是它这个肉的问题了 看这个丝 看这个丝 看到没有 就是 哇 哇 哇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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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人ividad 来德州一定要吃爬鸡 这个山东德州爬鸡 算是我们这个德州No.1的名片 城市名片 而且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 像我们这种一个华北平原上浦东的小城 有一个这种非常非常出名的城市名片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德州爬鸡也不能说全世界 全中国的人民肯定都知道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不管到哪里 我不管到哪里 我一说我是德州人 他们都会立马接上下一句德州爬鸡 今天活了30年 终于吃到爬鸡了 这个确实好吃 真的好吃 可以 回家给我妈带一个 吃完了 大家看一下吃完了 真的还是非常好吃的 我们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 就是在网上有爆火的 在德州市区爆火的一家店 离这有差不多两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决定了 就是说给我妈带那一只 就是我们就不带这只了 正好去测评一下 看看那个网红店和我们在德州美食城吃的这只鸡呢 他两个有这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对比一下也挺好的 是吧 一会的话我们就去那边买 我们现在已经骑行到了这个网红店这里了 来看一下这个是老李记 然后这个是崔记 据说他两家卖的爬鸡都挺好吃的 然后这个老李记的话 今天这个爬鸡已经瘦完了 然后崔记的话我看着还有几只 我们过来买一只 这个爬鸡的话它是有不同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三个月的 三黄鸡 然后这个是生长一年的 这个是二十七一斤 然后这个是三十七一斤 我们买了一只 然后买了一只三十七的 这个的话这一只是六十多块钱吧 六十多块钱左右 OK 哎妈 爬鸡来了 哈哈哈哈 都没爬鸡 来唱唱唱唱唱 这个这个是就是那个他们店里的 这个这个不是美式称的那个 但是它是他们店里就称最后的鸡子了 这个是一年的鸡 一年的鸡 这个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 来尝尝尝 哎呦 还热乎的 还稍微有点热乎的 三个小时给你带回来了 怎么样 可以吧 挺好 还是挺香的 还是挺香的 好吃吧 哎呦 暖了 脱骨 我对比一下 感觉一会儿尝一下 我感觉美食称的不如这个 看起来是 是吧 看起来是 你尝一口 尝一口 尝个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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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觉得哪个好吃 我感觉这个会好吃 是什么一点 是吧 我来一口 我来一口 可能是美食称那个动物吧 这个是刚煮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刚煮出来的 还有点余温呢 还有点热气呢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挺好吃 还得是刚煮出来的 嗯 真好吃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不说是有你 是有紧的 是吧 可以 今天的任务 圆满完成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快点 再见 还好 我们下期再见 是不是 有什么